魚串的人類 紫紫的天長 我是宇宙皇帝 德萊亞斯 地球的掌控權 直沾入著我的手中 各位大家好 今天要來介紹等了超值久的 山獸和體魔王 德萊亞斯 死給 當然看影片的第一件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趕快關掉影片 快去預購搶購 因為我怕你買不到 只能哭哭啦 因為DX買不到 如果和玩家買不到 那真的也是要垂心肝啦 當然玩具不是必需品啦 所以如果真的有能力的話再玩 那這隻呢我給他兩個讚 因為他真的是做得很好 真的是神作啦 神指的作品 那為什麼火鳥號要做成這個樣子 這個可以做得那麼好呢 我覺得他的優勢是因為 他不用單獨變知識人 所以他的核體變形複雜度 難度比較沒有那麼高 那第二點呢 因為他的尺寸比較大 所以他在塞這個 合體變形複雜 名字比較不會那麼的脆弱 可以塞很多變形複雜 進去 像這個超龍神我就覺得很可惜 因為萬代的部落格 他也確有展示過完全合體變形的超龍神 那我覺得呢 這隻跟這隻用的之處我覺得應該差不多 只是超龍神後來把它驗割掉了嘛 那這隻因為他不用單獨變知識人 所以他可以實現他的合體變形的過程 廢話講太多了 這就是得來亞斯的所有的配件 那這堆就是他的手型啊 各位喜歡自己去替換 這個是死亡舊 那他的造型呢 就是一個鳥的神像 那舊是老鷹的一種 那我不是鳥類學家 所以這方面我沒有研究太多 可以看到他的造型呢 真的還算蠻好看的 沒有舊版DX版的那種營養不良的感覺 他這個角都做得很大 然後翅膀也很大 他整體真的是非常的有分量感 那翅膀這邊是可以轉動的 這邊也可以摺嘛 頭這邊可以摺 前面也可以摺喔 那看一下他下顎的部分 我覺得這邊的轉軸做得比較適 所以各位可能轉動的時候 會把它扭斷 我覺得這邊把玩的時候小心一點喔 那頭 他有玉塗裝啊 還蠻精緻的喔 走的話側台 走的關節很多齁 就是這樣子啊 好像直爪的感覺喔 那後面也可以玩去 真的是非常的精緻喔 這個是死亡龍 我覺得他的造型呢 算是有點可愛的 因為翅膀真的做太小了 他如果多做一段 然後折在這邊應該會不錯 那這邊可以折一下齁 那這個翅膀很容易就剝掉了 尾巴這邊就是他的飛之頭 那可以彎曲喔 那各位有沒有覺得這個概念很像熱血最強 我覺得熱血最強應該有點學他了 頭可以抬起來齁 也可以左右的旋轉 嘴巴也可以開合喔 那這個龍頭都是有玉塗裝 所以很精緻 鎖的部分可以這樣子彎曲 這邊也有一段 但是我覺得他這邊的關節有點危險 因為他是當邊的柱子去支撐的 所以感覺可能會折斷喔 腿可以這樣子彎曲 石蓋也可以彎曲 龍爪也可以彎曲 側邊還可以打開來喔 那我看到這個造型 真的覺得很像特質勇者裡面的 特質昇龍 尤其是他這邊 這個方者的辨識之狗很像 還有這個手掌收納的方式很像 但是我覺得萬代可能不會出 特質猛獸啦 不知道欸 再看看吧 這個是死亡虎 雖然是虎 但是我覺得比較像是長牙虎啦 尤其這個頭 真的是非常像 金剛戰士裡面的長牙虎 非常的帥 那嘴巴呢 一樣是可以開合的 頭也可以轉動喔 那我這邊的關節都差不多 可以打開來 也可以彎曲屍蓋 爪子也可以轉動 但是我還是覺得這個部位蠻危險的 因為 它只有當邊的轉軸去支撐這個關節喔 所以我覺得可能要上一點防釋領巴 雖然它厚度應該是有 但是我還是覺得有點危險 可能一不小時會把它折斷齁 然後腳的後面就會有空洞的地方 因為 一直要縮進去啦 它可能就懶得做板子把它蓋回去 那基本上造型呢 真的是還不錯 尤其上面這兩個煎炮真的是很漂亮 直接進入合體流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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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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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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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型真的是超級帥又威猛 而且它的變食過程真的非常的好玩 完全是屌打火鳥號 真的是非常的酷 轉個一圈給各位看 側面也是非常的好 背後背包就是龍的尾巴 那後面黑黑一片 基本上處理的都還不錯 頭真的很帥很像乾淡應該是漆黑公子乾淡學他的 那我覺得他的耳朵可能有那個蝙蝠的形象 真的蠻像蝙蝠的耳朵 額頭上面有貼紙 那他的眼睛有浴塗裝所以不一定要貼貼紙 頭當然是小斑可以轉動非常的好 看一下他胸甲這兩片小翅膀 他這邊轉動的時候這個轉軸蠻緊的 所以可能要上一點油 那這邊也可以旋轉 看一下他的肩炮他是可以抬起來的喔 然後也可以旋轉 手臂該有的可動都有啦 這稍微凹一凹大家應該就知道了 所以他可以拉下來 這雙頭呢他還可以拔掉 就可以發射出去 腰可以腰轉 那我覺得這邊的概念應該是沿用超龍神的概念齁 側邊尋常可以打開來 側台可以這樣子凹 也可以彎這一段 大腿的關節因為他裡面還有在做一段 所以他可以拉下來 就跟高魯蒂馬克一樣 所以他就可以抬得比較高一點 二雙關節也有 走掌前面有甲的接地 所以他後面做了一個 這個架子 去支撐他的腳 看一下這把死丸之劍呢也是蠻漂亮的 比較特別的是這邊是做分岔的狀態 感覺蠻容易斷掉的 那這邊這個 黑色的地方呢都是貼紙 來補色齁 那綠色的地方是塗裝的 那這個握把可以拆掉 就可以收納在這個盾牌的位置 還是蠻精緻的齁 右手可以裝備這個盾牌啦 就是這樣子抽進去 那有戒有盾真的就是還蠻帥的 我覺得他可能比主角的勇者 還要更像勇者齁 那跟火鳥號比就是身高是差不多的 就是一種四局立敵的感覺 所以夠位可以實現夢幻對決齁 那以品質來說真的是 三獸合體魔王德萊亞是做的比較好 因為他的合體過程呢真的是非常的過癮 那這隻火鳥號呢真的是很可惜 那這兩個產品剛好就是兩個對照組 一個完全變成一個是要替化零件 要把零件齁 當然身為勇者的粉絲呢還是兩隻都收啦 因為你不可能買這隻 這隻就不買吧 因為粉絲應該沒有那麼直短吧 對我來說兩台我都很喜歡 當然這隻玩起來更過癮沒錯 呢 呢 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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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